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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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在河边 两个人 两亲相悠 两个人谈谈恋爱的时候 自行恶霸就来了 带着一伙人 拿着这个火炬 有点像是Beauty and the Beast里面的一个故事 有没有 拿着火炬 然后就这样冲冲赶来 然后两个人就被追赶 就在零件里面追赶追赶追赶 跑跑跑 跑没有地方可躲 看到前面就是有滔滔不绝的 这个小船 两个人没办法 跳下来 跳下去 死了 从此过后呢 就死了 对 就死了 这次其中一个传说之一啦 好悲哀的故事 对好悲哀 不过中国的故事就是这波的悲哀又凄美嘛 对不对 两三部最近他也这么悲哀也凄美 他至少是变成蝴蝶啊 可能他变成了 就是我们今天的大马刘三杰的 其实今天我们也 我们刚才听了一个是中国的刘三杰的故事 那我们今天也邀请了我们大马刘三杰 他是许美玲 欢迎她在这里啦 嗨大家好 我是美玲 哈喽你好 其实我们我就好奇哦 哎 中国的大 中国的刘三杰 她的故事 有那么多的 凄美的 这样子 这样你本身的故事是怎么样呢 你这一路走过来 你做了一些什么东西 做了一些什么这样的一个 人生的一些路啊 嗯 我啊 我是一个特别爱冒险的人 是爱冒险 对对 因为我对事情很好奇 对很多事物都很好奇 那我呢 本身呢 是超爱旅行的 因为从旅行的这个过程中 你看可以看到不同的国家 它有不同的文化 人文 所以哈 你在那里可以有一些不同的学习 就是说可能 这些礼仪在我们这里 就是大妈妈 是非常被重视的 嗯 可是在其他的国家呢 就不是这么样一回事 所以可能我们说 嗯 招手 好像说我们 呃 见个面的时候 哎 我跟你这样招手 是 可能在有些国家呢 你这么招手 他们会觉得 嗯 奇怪 对 他们可能就是 一次 这样 就好了 好啦 OK好了 他们不会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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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直在挥手挥手的这个感觉 所以从那里可以学习到 很多很多不同的一些 一些东西 所以对我来说 我是很喜欢的 所以你是非常热爱 冒险 就是旅行 这回事 对对对 相信在座的应该是 都是喜欢旅行的一些人吧 有人不喜欢旅行吗 是 因为这个 A型呢 基本上每个人都可以飞的 不是吗 也对啦 现在呢 基本上你要买一个飞机 是非常简单 就是上 只要有钱 你就可以去旅行了 对 就是说到 大马刘三杰 其实我对 这一个大马刘三杰 我觉得我是非常陌生 那其实你是从 其实你 为什么会有这个称号 其实你有两个称号 对 另外一个称号叫做 女高音 为什么是女高音呢 女高音只是一个 因为是这样的 我们学音乐 那我们是学这个 传统 正统音乐 那在正统音乐里边呢 就有分男高 女高 男中 女中 男低之类的 那就是在声音的方面 有特别的一个区分 就是有一个区分 比方说 我呢 就是女高音 可能 你呢 是一个男高 或者是 她是一个女中音 就是在音色上有不同 嗯 就这个 就我们会根据 我们的声音的颜色 嗯 跟方便度 去选择适合自己的歌曲 好 传统音乐是那个 就是 声乐吗 对啦 是声乐 对对对 好 啊 那就是 就是这么一个形成 因为在以前的 我们说一些歌剧里边 或者是一些艺术歌曲里边 他们是有特别的 特定的这个 声区的这个 嗯 这个选择的 对 其实我知道声乐 可能我们 平常人可能 比较少听到 因为 所谓的声乐 可能要去到 所谓的大舞台 歌剧院 才听到 其实其实我们 平时当中 我们已经在听到 只是我们不知道 是 你懂在哪里吗 在看电影的时候 啊 因为 很多插曲 或者是一些 一些我们说 偏下去的 对 有很多都是 听不到的 因为我们多数听到 是在 就是 那种 大 乐器 乐器 在演奏 其实后面 后面还有很多人声 其实我们 没有太注意 其实也是在当中吗 对呀 对 是的 是的 所以 嗯 是 我不要好奇的事情嘛 你刚才说的是 你是 学习的是这个 正统音乐 是 嗯 其实 正统音乐 算是挺冷门的吧 嗯 现在来说 已经 不冷门了 不冷门了吗 早期我 对 早期我学的时候 呃 我们那个时代 算是 开始有一个 就是说 我觉得是进入一个 革新的一个时代吧 因为是2000年 所以可能在 以前的年代 确实是一件 比较不容易的 嗯 而且 可能在歌手的选择方面 也不是 太多 嗯 这样 可是 现在呢 是非常非常 普遍的一件事 那当初在冷门的时候 为什么你还会 依然选择呢 坚持 因为他就说 他喜欢挑战 对对 呃 其实我觉得 我的个性 有一部分 有点像刘三姐 就是 我很坚持 嗯 我从小 我从小 我是来自萨老院嘛 那我从小呢 我就 去参加歌唱比赛 嗯 那 那时候我觉得 那个时候 还没有卡拉OK 所以我们是 现场都是唱 band队的 live band 很好 哦 可是 其实一点都不好 你懂为什么吗 好羡慕 我觉得那时候 我九岁那一年 我就为了一条裙子 嗯 就 我跟爸爸说 我要穿这条裙子 我爸爸就说 好啊好啊 你要穿这条裙子 你就上台比赛 我就买给你 你只可以在比赛的时候穿 那就 就因为这样 我就被骗去比赛啦 所以我完全没经验 然后呢 那就 呃 我爸就真的买了 那条裙子给我 嗯 那就 呃 我就去到现场 哈 就一般的 哥哥 就一堆 哥哥姐姐 没有姐姐 都是哥哥 然后他就讲 OK 阿妹你要唱什么歌 他就问我 我说 妈妈好 OK好 我跟你说哦 等一下啊 哥哥这样打 噔噔噔噔噔噔 哦你就要进了 知道吗 然后你中间过门的时候 哥哥又在打 噔噔噔噔噔 你就要 等一等 然后 之后你再进 然后我们结束是 噔噔噔噔噔噔 啊这样就结束了 这样你明白吗 我就 噢 其实是没彩排 就直接上场了吗 没彩排的情况下 就是这样 他就跟你讲 他是表演吗 还是比赛 比赛 开头 然后中间过门 结尾 他把前面中段跟后段的那个过门的那个程序告诉你之后就是next 而且要凭空想象哎 超难的 对 然后 然后我就这样上台了 而且是没经验 而且是没唱过 有唱过 有喜欢唱 没有那是第一次 就是对观众朋友们 就是第一次上台 平时都在家里的 有唱歌吧 桌子上唱 然后唱到被老妈子打 打到 对 你很吵 不要唱歌之类的 对对对 然后就 就因为这样子 然后就 莫米其标拿了一个安慰奖 哇好开心 天天就抱着那个 还有安慰奖 第一次上台 然后没彩排 情况下 那时候我们有 应该是 我是排到四十多号 然后我妈妈还讲 四十多号 哎呦好不吉利 就是很多人 就印象中应该 我是四十多是 才在中间 所以应该那时候是有六十多位 四十多号还在中间 算是非常多人在参加这个比赛 对对对 都是小孩子 都是小孩 那时候 那时候就是因为还没有Karaoke 所以我们都是 以这个band队的这个形式 去参加比赛 我觉得以前蛮幸福的 就是比赛就是有band队 现在比赛是用MMO 对所以反而我觉得 呃现在比赛有band队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是就是如果你有band队在后面support你的 支持你的话 是一个 大家就觉得好爽啊 就好像那个上电视台那种感觉 毕竟有band队和播放音乐是两回事 对 就是从那时候起 我的志愿 从小学到中学都没改变 啊就是就喜欢 爱上唱歌 就想要学音乐 所以那时候即使是受到挫折都好 嗯 就是学习的过程啊 还有很多很多 就是因为自己一个人嘛 来到这里这样 很多很多的问题都好 嗯 我都都坚持下来 就是说一直从小学的志愿 就是学音乐到今天我做的这份工作 嗯 所以我觉得没有了这一份的坚持 应该走不到今天 我觉得相当好的一个经历 因为我个人认识 我个人觉得啦 在以前的时代 不是以前啊 就暴露那个 在之前 可能我比较早期的时候呢 父母可能会都会反对 学习音乐这回事 我妈也是啊 我妈也是 是的 所以我是那时候 我是特别感谢我的中学读中的一个校长 嗯 因为那时候我妈并不让我 并不想让我去 去学音乐 因为我跟我妈说 妈你不让我学音乐 那我去读历史吧 我想做考古学家 考古学家吗 对 因为我 计划我还是真的是 真话 因为我只对这两样东西有兴趣 啊 都 都很特别 不是 非常的闷 哦 不闷 一点的不闷 考古好闷哦 一点的不闷 因为我对历史 好像历史啊 或者是一些人文地理 这些书籍哦 我是当故事书来看 你有你有这样的兴趣 其实 好像我们从事这种行业 其实我们也需要去了解 只是 对 就是看回一些历史的时候 可能会觉得闷 我对我来说 哦 所以就因为这样可能也造就 我姐姐喜欢旅行 嗯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经验 其实妈妈为什么 反对的时候 你怎么去说服妈妈 就 让我去学 因为我妈妈说的第一句话就是 你读了出来 如果你没工作 找不到吃 对 我没办法养你 所以没办法养你 就是 就是我妈 就是我家家庭没办法养我 如果我 我真的读了这一份 这这一个 科系 科系 然后我出来 我找不到工 的话 家人是没办法 就是不会养你啊 你要靠自己之类的 对因为家境 家境并不是很 大福大贵那种 就 所以 还过得去 嗯 就还好 就还好 因为那时候我来这里读书 我一个人 我打四份工来维持我的学费 中学吗 还是大学 就是 就是读音乐的这个 学院的时候 哦 读音乐就是 哦 OK 好 所以在时候 打四份工作 对呀 又上课 又打四份工作 对呀 对呀 他是怎么去 安排那个时间 那个流程应该是非常非常非常 很密的 很密 所以我每次是晚上 偷偷溜回去 学院里面学习 所以就可能 就是有了当时的那一份坚持 才会造就了今天的美玲老师 对不对 那我们可以来问一下 为什么会有这个 大马刘三姐的这个称号呢 哦 是这样子的 就在2004年 我们这里 啊 就是大马这里 就办了一个歌舞剧 叫做大马刘三姐 这样这一个 呃 这一份 这个歌舞剧呢 是 应该是在马来西亚来讲的 就是本土来说 是地场 就是第一个人 演这一部歌剧 然后我还记得 我去去应征的时候 还被导演骂了 嗯 对 因为 因为那时候 我刚好在仪宝 就是在仪宝那里 就是教学 那时候我是 南上北下 我都有很多学生 我都会去 教课之类 那我就接到一通电话 然后就是导演 亲自打电话来 那时候的导演 是文副生导演 嗯 那他说 啊 请问你是徐美玲吗 我说是 然后他就说 他们要办一个 这个刘三姐的 这个歌舞剧 这样 他就叫我去应征 那他就叫我 准备一些歌曲啊 之类的 就叫我去应征 那我就好 他就是有一个子嘛 就说你想 有一个蓝 就是你想要 做的 这个角色 是什么 嗯 那我就填 合唱团团员 跟舞蹈员 哈哈 就是做你兴趣的东西 怎么没有刘三姐呢 因为我根本 觉得没想到 因为刘三姐是主角吧 在当中 对 是主角 然后 我心里想 哈 我一个处处忙碌的 怎么可能去 抢这个位置 就是说去应聘 这个聘 这个位置 所以我就想说 人嘛 就是要从第一 做起 从第一学起 那我本身有舞蹈的底子 那我就想 啊 合唱团型呢 我都是 声乐的 啊 声乐 专科毕业嘛 那我就填了 合唱团团员 然后 我就再填一个 附加 就是放一个加 舞蹈员 就是second option吗 没有 就是同时想做两件事 其实是有的 可以做到的 对 就是刘三姐的姐妹 就是比较好的歌手 加会跳舞的 会演戏的 因为我心里想 我不会演戏啊 我不会演戏的话 我怎么能够去 去角逐这个 一号 所以就做 一号位呢 做舞蹈的部分 对 然后导演一看了 他就把这 丢回去 然后呢 你在干嘛 我讲 你不是叫我舔啦 我舔啦 他讲 把这个擦掉 把这个擦掉 写上刘三姐 我讲 蛤 我还问他 干嘛要写上刘三姐 然后他就说 今天来的 应该是六位 我没有记错的话 是六位 都是 都是我们要 audition for 刘三姐 这个角色 特别就是要 就是audition 就是只是单单 刘三姐 这个位置 对 因为后来 我才知道原来 他们要找这个刘三姐 是找了很久 OK 就拖延了很长的时间 没找到 没找到 没有适合的人选 对 然后原来我是被 推荐进去的 我都不晓得 实际上就这六位 六位是特别被 推荐进去的 这样我就 我就没办法了 我就只好改了 硬着头皮 就写了 就插掉舞蹈员了 对 也插掉 也插掉 合唱团团 所以之后呢 之后呢 这一天夜里 突然间 导演打电话来说 恭喜你 我们已经找到 刘三姐了 我就讲 哦很好啊导演 这样我是不是 可以演她的姐妹 我是 还在坚持 这个舞蹈 跟这个合唱 不是 因为导演 第一句是问你 我已经找到了 就是 她以为不是她 对 所以我就很开心 我心想 导演打来 我应该是有机会 演里面 一个 小妹的角色 旁边的角色 对 他就 他就 静了一会 我说我找到了 我讲 是啊 是啊 然后他就讲 是你啊 我讲 那我怎么办呢 两眼主角 这个戏份是压力 一定直接扛在你肩膀上了 非常大 我们那个拍了 一年有多 就是在 正式的地场演出间 是拍了一年多吗 因为我们牵涉太多的人了 所以就 有一些 就是有一些 演员啊 还是什么的 就是 就一直在替换 所以变成我们走了 又停 走了 就又停 可是我知道 在整个剧里面呢 我跟导演是 stay最久的 我要比他们早 很早很早就到 然后比他们很迟很迟的下班 我只是安排了这一个表演 就准备 花准备的功夫 已经是一年了 我也太长时间了吧 这个 所以大家都好疲倦 然后导演也真的是 非常非常的 我是很佩服他 他非常非常的坚持 也非常非常的 尽责 他那个信念 我觉得要 好像要坚持一件事情 因为他的那个成果 是在非常遥远的地方 对 非常的不容易的 在中间的时段 就是练习安排啊 对 而且那时候我们唱这个刘三姐 不是我们看戏里边的刘三姐的那个 那个那一个版 我们唱的是原型 原型版的 原型 就是说其实刘三姐 这个电影的刘三姐 他也是拿至于这一个原型里边的歌 还有一些次序对调 然后一个故事 这样在原型里边的故事呢 是跟戏里边是有一些出入的 好 所以你是原装原版的就拔 就因为这样子 所以导演就每次说 OK 只要一进到剧场 我就变成刘三姐 所以每个人就叫我 刘三姐 刘三姐 有时候他们就叫我 那他们刘三姐这样 然后那时候报导 就是报纸也有报导之类 就我是第一个 第一位 所以变成 我就拿下了这个雅号 所以这个 不是无缘无辜的 一定有一定的付出 而且也是第一个在这个 他是在当时是在哪里 在这个国家体育馆 OK 好 这有写到国家的体育馆去 好多天 哇 准备了一年功夫 我觉得如果要准备一个表演 要一年的话 如果这一次 就是当天表演的话 我就是拼命了 就是一定要做到最好 要不然的话就辜负了 我一年的一个准备 对 那时候导演很严 就我们的歌有整六十首 那我是主角 六十首 六十首 你要在 然后我是主角 一场表演里面表演六十首歌 不 六十首的意思就是 有男的有女的 独唱独唱独唱 然后合唱 或者是三重唱 或者是大合唱之类的 好 这个就是整部剧的 就是长长短短 有些很很短 有些可能一分钟 明白 可能有些是 一句话 就可是他结集起来 就是集合起来 他一共有六十首 整个节目是多长呢 很长一下哦 两三个小时 两个小时出 他知道 因为他是 他也是 两个 如果我打给你 比如说两个三个小时 在两个三个小时里面 对对 他是需要 用一年的时间 对然后 对然后最残忍的一件事情 就是导演 竟然要我把这六十首歌 都背起来 我觉得是必须 因为你 因为你是主角 你要了解整个过程 如果你没有背我的话 他说什么 他说 如果你的朋友们忘记了 你可以救命 你是救命的那个吗 原来 为什么不是人家救你啊 所以我讲 哎呀导演 你这是对我太认识了 好我觉得这个是蛮值得 可以给大家分享的一个故事 因为毕竟哦 在我们本地就是 对而且现在这边也是 对 时隔很久很久了 就是零四年的事情 零四年的事情 我觉得如果再次办的话 我觉得应该有那个精力去办吧 还有 就是还有在想办多一场的 这一个可能性 这可能需要 别的主题吧 可能别的主题 或者这个哦 或者是可能看看导演 就是我们的那位导演 他自己有没有 有没有想过 要做一些highlight之类 highlight就还好 highlight呢 就是把里面的一些 主要的部分选出来 就不用 就不用整个都做 因为真的是很辛苦 结局舞蹈员 在台上就已经超过 很多很多人 兄弟就已经很多人了 兄弟都有 有七八位 姐妹也有这么多 还有合唱团团员 还有舞蹈员 然后再加上 这个华乐团 是好几个石的人 去那边办的 对 其实我有上网 就是大概看了一下 那个片段 刚好真的有找到 然后是真的台上的人 很多很多这样子 是有一个 唯一一个小片段 我觉得那个是 我们彩排的时候 彩排的时候 其实我是没看过 我看过的是 而且是网上看的 是那种迪士尼的舞台剧 是类似 但是这个是中国版 这个是迪士尼的 是西方国家的 我觉得那时候的导演 真的是做对了 因为你看我们这边 有很多production 都是外语的 英语之类 其实我们的马来同胞 我们也是很努力的 在做自己的production 所以我觉得导演 很坚持文化这一块 我觉得 这个是一个传承 所以是非常棒的 好 其实我们 现在我们第一节 就差不多结束了 然后我先 就会介绍一下就是 其实本身 许美宁有一首歌 新歌叫做 给阿嬷的话 我们没有讲错吧 应该是说 给阿嬷的话 给阿嬷的话 OK 所以这首歌是谁写的 这首歌呢 词曲都是同一个人 就是叶正兴先生 叶正兴先生写的 对 那是你唱的 对不对 是我唱的 然后接下来 我们为大家播放 这首歌曲 然后下一节节目 我们为大家分享 更多更多 关于许美宁的故事 感谢观看